天气又要变化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说 封面星期一下午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 东半部的水气会增加 星期二东北气风影响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星期三星期四天气回稳 星期五下半天又有另一波较强东北气风影响 失凉到周末 民众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 上周的好天气 到六日周一下半天后就要暂时说再见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 周一下午封面通过北部海面 加上东北气风增强 周二预计将受东北气风影响 东半部偏凉 有零星降雨 到了周三周四水气减少 天气稍微转为稳定 不过日夜温差大 花莲其实就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环境场的天气一样 所以从今天开始慢慢的 傍晚的时候送到封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开始降温 然后明天受这一波的封面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温度比较低 然后在花莲这地方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然后8号开始封面离开 就开始天气会转秦 就是多云时勤的天气 然后可能在局部地方 因为还是有一些水气的影响 所以还是有一些短暂的阵雨 然后到10号开始另外一波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到11 12 其实温度会降得比较低 然后温度大概会降到25度的情形 不过看起来是不是太冷了 然后早晚我们可以看到 天气会比较冷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礼拜天晚上 它最低温度大概会来到20度 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的天气 周三东北季风减弱 各地天气回温 不过到了周五 东北季风又在增强 周末受入秋最强东北季风影响 气温明显下降 东半部又湿又凉 北部平地周日低温可能跌破20度 提醒民众外出别忘了多加衣服 并携带雨具 记得讲帮衍华联士报导